新闻出生前来关心到港医官浩航的消息 改委管长王正良 今天亲自到白纳国室 来了解中央渡榜库件冠定政党 为提升合同的午餐评计 改委管政府落宿第14件 学校新科研中央渡榜 以大校创修校的冲心模式 输食材采冠金股有规模 采用国宣优积能收完的食材 提升平衡学校的食材评计 管理王正良 当时学生营养午餐的品质 接着向中央政策经育 设立中央渡榜 设立保助1500万块 在平林国室 110年就开始来供餐 供应人所应该到600到800人 正式为平林国室 拜六国室 输生提供有一个午餐 未来中央渡榜 从渡榜所住的餐店 有温度感触器的餐厂 经由餐车转定GPS纪录 路线温度感触 温散到共餐的学校 两偏向消耗活动 同样享受到温烈 营养生肯定 以及卫生米米的午餐 来看学校整个中央厨房的酬建过程 整个非常有设计感 而且把过去大家对厨房阴暗潮湿的概念做了颠覆 看起来非常明亮 而且有景色 再来是看到他们的PU跑道 也得到一些更新 意气要开始施作 实际上学校得到很大的建设 实际上都非常困难 因为一个大的建设都要依靠县政府 县政府要依靠中央 所以基本上都应该要看中央的整个的专案 那我们再把握机会 去争取到地方来做建设 所以很多的学校的经营 基本上是缝缝补补 那都非常辛苦 但是我特别也跟校长 跟所有的这个老师勉励 实际上学校真正的本质是 怎么样提升老师的教学热情 怎么样提升学生的学习的欲望 我想这才是教育的本质 那其他大概都是辅助 所以我们是鼓励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 往这两个方向 当做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好好去思考 怎么样去让 透过制度 或是透过各种不同的这个诱因 能够让老师跟学生 达到一个好的良心循环 才是真正教育的本质 八年国修已经使用20年 的化顺严重运动党 也进行征修 其中进行普及普遍 以及准备白资稿 完付这些协助 若正出到保障700万 以及是六月一号开工 四天八十天完工 八年国修是大纳定 新型区域的中心小学 也是教育部十二年国家的 全都学校典范 学校团队专注发展 新口港 受用途向的教学模式 以科技所养 共化学童的资助学习领域 印度学童关注在地 连结国座 划期未来和注目 世心事物创民党 大纳定长报道 各位家长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美三香的卫生所主任 曾文宏医师 五月二日六到十一岁的 莫德纳疫苗要开打罗 打疫苗可以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保护学校的同学 减少被感染的机会 打针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痛 其实真正的痛啊 那时间不到一秒 大部分都是害怕 含恐惧带来的痛 打疫苗之前 深呼吸 不要看打针的地方 想想看你想要保护的 好朋友家人和自己 我们医生和护理师 都会在你旁边 一下子就过去了 打完之后 可能会有短暂的发烧疼痛 多喝水 多休息 大部分的反应 一两天之内就会改善 如果发烧超过两天 会有狠喘 全身起红疹的症状 那进出看医师来理清原因 那另外提醒哦 少于一万分之一的人 可能有心肌炎 或心包膜炎的风险 疫苗接种之后呢 发生心肌炎或心包膜炎的 临床愈后 大多是良好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 打完整理一个月之内 如果有 跑踢船 或胸闷胸痛的状况 请找医师 请以下原因哦 要来再打疫苗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